顾身的心是感动的 念佛的心是平静的 顾持的心是感恩的 生命电视与您惺惺相细 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 好 来一种问题 很好 师傅阿弥陀佛 就是我先说我觉得师傅的演讲 就先不讲内容的话 就本身非常的精彩 就是这边的那个音响效果也是很好 所以就是对自己本身就是很有感触的感觉 然后再让自己师傅本身就是够大声 然后那个肢体员也很丰富 他也有跟台下互动这样 那如果讲内容的话就是 师傅就从前面有讲一些 例如说教育上的问题 或者是现在台湾社会问题 什么生育率有问题 然后还有讲到佛 他是怎么从 就是释迦牟尼佛出家的整个过程这样 那里面也是有很多感触 但是这边就有 就不讲 就是谢谢师傅就 对我就是有很多的启发 像例如说你说 顶尖人要做顶尖人事 那中下阶级的人就要做 中下阶级该做的事 那我自己本身在就是教育上也是 有遇到过一些困惑或是犹豫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太大的 对所以我在找工作的时候也会 就是有想过这些问题这样 然后就刚才说师傅有说到那个 学佛那我问一个问题就是说 就学佛是有类似就是在找寻这种支持 所以像遇到打击的时候 就是可以去找就是有相同经验的佛 那这有没有就有类似像说 有时候看FB就是有些同学 那个例如说遇到自己身体状况不好 然后考试就考得不好 然后他想去自杀的时候 他就会在FB上PO文 然后问这些朋友 有点像在问FB大神那种感觉 那学佛跟这个有没有就是有点类似这样 你说得对 他确实一般人会在网络上求救 他甚至于不去问师傅 不去问神父 不去问道士 不去问宗教家 这也是因为他觉得不熟悉 不一定他是恶心或不愿意 但是他愿意问同侪 或者他熟悉的范围中的人 比如说在FB当中去呼唤 贵求答案 他会这样子 那么这样子呢 是人性当中必然 而且是很好的 为什么 遇到问题懂得去找答案 你说他叫求救 你说他找寻都可以很好 但问题是 得找对地方啊 这才是问题 你不要 怎么样 比如说这样 现在我有个女朋友 她说要跟我分手 请问要怎么办 那就一大堆答案了 打他 骂他 走他 离开他 好多答案了 那你就会更乱 你本来没那么多想法 你就更乱 这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 搞不好某一种答案 跟你的一个错误想法最相应 结果你受他影响 所以诸位啊 生命大事 你不能随便乱问人啊 这是一个前提 懂吗 会坏事啊 这样懂吗 好 讲难听一点啦 那个 你是台北人吗 不是 但台北你不知道搜不搜 台大应该认识 这个恩主公就是那个什么 民权东路地下道 有很多那个算命的 算命街 算命地下道 行天空 行天空 对对对 如果你要去算命 你也要打听一下 谁算得准啊 听懂意思吗 所以你要知道 你要找寻解答 这是这种态度对 你不能天生什么都懂 但是找寻解答的对象 不要病急乱投医 这第一种 不要等闲四肢随便问 不要随顺你的方便就问 比如说你会不会找路人问 你看我这个女朋友 还要不要交下去 你要先问吗 你不会 你可能问爹娘 问朋友 为什么 你要找适当的人嘛 还有你要不要问这样子 你看我这里有黑班 会不会得癌症 你会问文学作家吗 不会啊 你问医生呢 注意 像这种非常危险 非常危险 网络上一大堆酸民 网络上一大堆精神状态 值得考虑的人 你懂吗 而这些人最险 最险 像语言 你懂不 然后他看到你有问题的时候 他可能给你一种很酸的 很嘲弄的 很反派的 甚至于不负责任的答案 你怎么会这样子问 那就完蛋了 第一 第二 坦白讲 你的问题一定是有点严重了 你才会问问题 而严重就是一种尊重 但是你却用这种方式在不尊重的方式之下 虽然你不认为你不尊重 但可能回答你 看待你问题的人是很不尊重的人 有没有可能 绝对有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啊 我女朋友劈腿了 我怎么办 我男朋友说都不约我了怎么办 那你就约别人啊 人家这样讲 他在消遣你 生命固然 固然不怕人家伤害了 伤害也是用学习 但不用自己找伤害啊 所以这真的要小心 所以怎么办 应该是谋定而动 也就是分类问题 大概你不要问我说 问事物说火箭怎么造的 但是你可以去问事物说 面对生老病死或感情问题 你纠结了 你有什么决定意 或者你对于你的工作的价值意义 你开始怀疑了 你问老师 问教授 问师父 OK 大妈生大病了 你好担忧 你不知道怎么办 你觉得好无助 因为医生说 可以回去了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你知道讲这种话最讨厌 对不对 最恐怖 你这样子你会六神无阻 你问你教授也没有用了 他跟你一样会六神无阻 这种问题你就要问师父啊 就比如这种意思 那么如果你觉得哪一位大师 哪一位师父 他的讲法让你觉得蛮能够接受 蛮有经验合理性的 那么你试着问他 你觉得比较深层的问题 至于说一般世俗性的问题 当然你说去问问网路上 网路大神真OK 所以一定要记得 真的要问对人很重要 问对人很重要 这点就是我们前瞻的一个重要能力之一 只是刚刚没有点没有机会点到 懂意思 要注意这个问题很好 所以我说希望你们问问题 有问才能够补充 不然实在点不到那么多 还有问题 你稍等一下 人家年轻人先问 等一下 有没有问题 可以 不用担心 问题没有好坏 好 请问 很好 我叫问我们说 那个 宋家佛妮佛是在 就是 成佛了 那 现在人留下来的佛像 还是 依照那时候的穿着打扮去塑造神的形象 那 我就有问我阿嬤说 那如果现在的话 阿弥陀佛也会在西方极乐世界开车吗 他就是去其他的神兽 其他的什么 神兽 神兽 还是做其他的神兽这样 做棋 做棋 是是是 你的问题很有趣 但是也确实是 一般人会去疑问的 他其实牵涉的 我们来听也是很好的概念 首先是这样 你的生活环境 是跟你的智慧 还有你的福报有关的 在早年 释迦佛还在的时候 跟他刚元吉的时候 那个泥年禅河的水 有一次阿难是他的弟子 大弟子 有一次阿难已经老了 因为世尊往元吉之后 阿难的年纪也有点大了 那么有一位弟子就供养他 一波的那个羊 那个羊奶 羊奶是可以喝的 羊奶牛奶是可以喝的 虽然不一定要喝那么多 现在特别是 现在的羊奶牛奶都有那些 那个什么 那个荷尔蒙抗生素 那就不一定这样喝 我们是不敢再喝 我断奶了 你听我吗 我已经断奶了 但是那个时候奶还OK 有一次他就给他 供养阿难一碗 这个羊乳 阿难喝完了之后就哭 为什么尊者你会哭 他说 世尊才入灭 一年还两年 我现在喝的这杯羊乳 是乳 比我当年世尊在的时候 喝的 泥连残河的水 只是水 还要难喝 还要没有滋养 他说那天你怎么会哭呢 就算这样子 那个人是羊奶不好吗 他说不是 人类的福报减低 遭感出来的环境 就困难 听懂这句话吗 人类的环境 人类的心量坏了 他遭感的环境就不好了 什么叫遭感 拿个镜子看 你生气 镜子里头那个人也生气 别人来看这个镜子的时候 会看到一个生气的脸 对不对 意思也就是说 这个世界是你的心的投影 而你别人看到这个世界 跟你看到的世界 都是每一个人的心的投影看到 也就是每一个人所看到的世界 是我们的内在的心投影出来的 那么心如果坏 就投影出一个坏的世界 心如果好 就投影一个好的相对好的世界 什么意思 很简单 来我做个比喻 我们去上班 老板刚刚才骂人 你才到的时候 你会发现整个办公室的气氛 非常凝结 你说嗨 嗨 笑的 我跟你说 他不敢跟你打招呼 为什么 刚刚老板才大骂人一顿 你现在居然迟到 你该高兴啥 你等一下会惨 会这样 有没有 这就是环境 凝结的 这一凝结 很可能你也觉得不舒服 这一不舒服 可能让你等一下打字打错了 打错了 很可能让你浪费很多时间 再去追回那份错误的文件 这追回的过程当中 可能让你觉得心慌意乱而出车祸 出车祸的时候 很可能让你家里的某一个人的工作 要delay下来去照顾你 因为他delay下来照顾你 你就不能上班 他也不能上班 很可能使你家里的经济环境受影响 经济环境受影响 很使得使得你预计要买房的 要delay一个月到两个月 完全影响你的生活 只是因为当时的那你的公司的气氛 所造成的 当然我讲的是一个极端例子 这是在比喻 比喻什么 比喻我们的心投影出一个世界来 好了我现在开始回答你了 阿弥陀佛在那边有没有车子开 阿弥陀佛的福堡够大 智慧够深 不用开那个有二氧化碳的车子 这样听得懂了吗 他自然有他的神通跟自在 他不用开车 念头到他就到了 那极乐世界的人 因为也是念阿弥陀佛的本愿 而投身在那 有点这种意思了 你跟皇帝很熟 皇帝把你当作是machie 好朋友 好朋友 进了皇宫之后 有没有风吹雨打 没有 有没有出茶淡饭 没有 就算吃的跟皇帝不完全一样 但也不会差太远 对吧 是不是 你自己创造的吗 没有 但是你吃的不会太差 这就是念佛求生极乐 在极乐世界 为什么你能够好修行的原因 因为那位阿弥陀佛完成了一个大的 投影出一个非常好的修行环境 而你跟他建立了一个往生的亲密因缘 那么你生命结束之后 你到他那里你也能够自在 就算没有跟他一模一样 也接近他那个样子 这就是所谓的阿弥陀佛的做齐是什么 不需要做齐了 因为他的福报够大 你哪怕你去你也不用做齐了 这样了解意思吗 是这样子 那当然呢 这就是刚刚第一位同学问的 这样子是人类经验当中有的吗 你经验中还没有的 还没有 我们的经验还没有吗 对不对 怎么可能想到哪里 人就到哪里 你的经验当中还没有 但是经典上到处有记载 而我刚刚这样推论 让你能够知道说 有他的道理 这叫做信仰 他先了解 他确实有可能 然后再来修行去证明他 这就是所谓的依信而其行 依行而证悟 依证而得你生命的解脱意 是这样来的 这样了解吗 好 你的问题虽不小 也是大问题 所以你们都很有善根 问的问题都很好 你随便问都会很有善根 你像不像性 你再问一个 什么 性科学 迷信科学 来 有 来 很好 那个也很科学 对啊 嗯 是 嘿好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 你刚刚在 刚刚有提到就是 不要为了远方的花园 然后忽略自己目前走在朝地这个比喻嘛 那我现在就是把就是把花园比喻成目标 或是想达成的事情好了 然后朝地可能是现在维持的就是维持现状那种感觉 那如果说我今天就是既不想要维持现状 但是又害怕就是这个目标我可能达成不到 然后就徘徊在中间的犹豫不决的时候 这时候该怎么办 嘿 非常好 你的问题很实在 注意哦 我刚刚那个意思是 是这样子 不是说你不能够有一个远方的目标 我刚刚讲说 你忘记了现在的基础 跟对现在做感恩 是这个意思而已 未来远方的目标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 但是不是意味着你不能有未来的目标 你可以一再的修正 未来的花园在东边 还在西边 还是那个花园根本不是花园 是草原 没花 还是那个花园里有一大堆大便 这是可能在你还没到的时候 你会想象它是花园 而最后你才知道它不是 这个先弄对 什么意思 我以前我觉得生命最大意义就是做科学家 特别是物理学家 我要在国外 不能拿诺贝尔奖 我要在国外教做物理学教授 一生研究物理 我的想法是这样 后来才发现说 原来我想要解决的是生命问题 原来不是科学的particle 粒子的这个问题 所以那个就是 好吧 那也是花园 但不是我要的 先弄清楚 这个是有修正可能的 你小孩子的时候写我长大后的志愿 很多人说要做总统 后来才知道 谁叫我做总统 谁就是在害我 对不对 没有人想要干总统 对不对 那你在改变了 后来你又说 你长大就要做老师 后来发现老师实在也不怎么样 然后你又改了 你会一直改变你的花园 重点不是可不可以改 重点在于你怎么越来越清楚 你真正的花园是什么 这是第一 第二 第二 不要对你的花园做过度的想象 那种过度的想象 在某个本质上 是你把你很多的美丽投在他身上 也就是那根本不是你真正要的 你把他想象他多美 进去的你才知道没那么美 这个时候你就要更加的了解 第二个事情 是你要的所谓花园 是你想象出来的 还是现实当中可以真正是你要的那个样子 比如说我喜欢有各种花 但是没有这种花园 只有某一类花的花园 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能想 你就不能说找哪一个叫做你要的 因为你去到那都不会符合你的需要 这个时候刚刚叫做选对选错 现在叫做是不是真正完全你的理想 这有两头说 第一你的理想根本太好笑了 不可能有 这第一种 第二种是那个理想不是你找的那个位置 是另外这个位置 这是第二种问题 第三个是 但是 那个理想有可能 但很难 我愿意为他付出失败 来了 我看到那个理想 我觉得 那是好的 我也清楚的知道 他是在哪 但 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完成 那怎么办 我必须这样子 我到底是 因为不确定他能不能达到 而不前进 那就永远达不到 还是我愿意为他试一次 我愿意付出最后没达到的这个结果 还是 我觉得我倒可换另外一个 我比较把握能达到的 但接着又问一个问题 你的理想 我的理想是一定要达到 我生命才有价值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连一个最简单的理想 有时候都不一定 你要打高尔夫球 最近就在两公分之内 有时候都打不进去 衰死了 但十公尺以外居然让你打进去 远近看起来好像容易跟不容易差别很大 但人在衰的时候 连两公分的洞都打不进去 那如果这样你就崩溃 哇 能不能人生完全以成败论英雄 你对待自己是什么 这又更深刻了 所以你会不会那么害怕 成败 你是为什么那么害怕成败 还有 你要的那个目标是真的存在 还是根本想象中的存在 不是真的存在 还是 他的存在是看我的努力而存在 我不怕 玄壮大师 但是当年偷渡到西域到印度要取经 所有的人都死掉 陪他人都死掉 最后只剩两个人 两个人 不是孙悟空 是他的一个侍者这样 最后连侍者几乎都要死掉 后来怎么样 他那个时候对天发誓 注意听 我宁可向西一步而死 我绝不退东一步而活 向西就是西域取经 而死死了还能干嘛 死了就没有人 但他宁可这样 也就失败了 对不对 失败了 死了失败了没完成了 但我宁可这样 我也不要 我不努力往回去了而活 换句话说 努力比活着还重要 努力比成功还重要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这就是玄壮大师 如何 所以 告诉自己 问自己 我没有说你要学他 我要你问的是 那个目标对我重要吗 对我的生命重要吗 你看我出家 我想成佛耶 但我跟你保证 今生绝对成不了 来不及了 太老了 但我甘之如意啊 因为那个目标对我太重要 走多少算多少 我早在开始 要出家的时候我就知道 我今生成不了佛 但我还是愿意走 成败不重要 目标才重要 生命不朝那个位置去 那还有什么意义 那是我告诉自己的 你当然可以不必 但是如果你老犹豫 那你就要问你跟目标是什么关系 这样了解意思吗 目标一定要找到一个生命存在的意义 才有办法像我这样做 如果还没那么严重 如果还没那么严重 书啊没那么严重 我是要探钱而已 这样子 不楼不楼 一点都不楼 没有什么好坏的 但是那你就要知道 如果赚钱也不保证了 买股票也不保证赚了 你不是你怎么知道 你可以多谈多了解 多考虑多搜集资料 你顶多能这样 这样了解意思吗 所以如果没到那个层级的话 那你对你的目标当然还是会有犹豫 没有到为他而死都不后悔 那种目标啦 你懂意思吗 比如说啦 有没有一个人这样想的 我如果不嫁那个男人 我生命没意义 我嫁那个男人 我死都甘愿 你有没有这种人 在座当中有没有这种人 如果 这太私密了 你不想回答是吧 那就算了 那你自己想一想 这也可能是一个目标 只是这个目标 这民主时代了 佛教不能够说批评人家目标好坏了 我只是说会不会太辛苦了一点 这样而且压力太大 身为男人绝对不敢不敢娶这种女人 你懂压力太大 我要死给你看 你要不要给他带我死给你看 我死了我 这样懂意思吗 当然不行 你的目标如果不是到这么高的层次 有什么一般一般的 那你就要问 失败会怎样 失败会这样死掉吗 会没意思吗 还是 我可以找一个 比较有成功 可能的目标 这还是可以的 但是你还是告诉自己 人间无常 世事不能尽如意 我说过二十公分的洞 跟两公尺的洞 不一定二十公分就一定尽洞 人生就是有时候很很怪 对不对 刚刚那个草皮长得歪歪的 你没有看到那个草皮的那个纹路 你打了就是滚到旁边去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所以如果那么在意成败 有时候也会因沟里翻船的 你再怎么找 再容易的目标 都可能因沟里翻船 所以你可以试着找更容易的目标 也没关系 但是也不要那么说一定非成功才可能 静静业业的做就对了 那么如果你更希望他能够成功 佛教有没有办法 有 要不要问 你要不要问 要 要问 这要给钱的才给讲答案 你知道吗 有 有一种目标是你立了 但很容易成功的 想想知道 想不想知道 我说任何目标 只要加一个元素进去 就比较容易成功 要不要知道 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渴望的眼神 要不要知道 要 戴上那个目标的慈悲意义 公众意义 公众意义 比如说 世尊 让弟子健康起来 我愿意为众生多做一点事 我愿意因为一个健康的身体 做好老师 做好人家的妻子 好好的服侍公婆 或者我愿意用个更健康的身体 来服务社会 越大越好 懂吗 或者是 世尊 阿弥陀佛 让弟子能够在经济方面更宽裕 我能够帮助更多的苦难的人 让我能够经济更宽裕 法障法师盖没有盖不起来 我能帮他忙 当然前者更好 比如这意思 带上了 你能够因为这个目标的完成 而能够利益更多人的原因 跟企图 为你的目标 找到了 不只是自己 而有更大公众利益的原因 这样子 你的目标 我们佛经上讲 叫做隆天忽耻 不成功也会成功 因为不是 不是那么的以自我为中心的 有没有可能 有 你知道吗 哪怕你今后去当电影明星 电影明星 也可以这样做 阿弥陀佛观音菩萨 让我能够红遍天下 日进斗金 红遍天下之后 我演观音菩萨 度化 感化人心 我讲 上谈话节目 去讲 决性的道理 影响我的粉丝 我日进斗金 我能够去做 以社会名人的身份 行善 去影响社会的其他有钱的人 请问 这样他将来很红 好不好 好不好 好 很赚钱 好不好 好 你也知道好 为你的目标 找到最大的公众利益 的理由 然后讲出去 我说 讲不是对周边人讲 周边人讲 会像刚刚那位同学 戴口罩 那位同学一样 人家会 不是嘲笑他了 就是人家会嘲笑你 你 你是谁啊 你谁啊 就会这样子 懂吗 对 对佛菩萨 对天地 或对你相信的师父 去说 特别是对你相信的师父 很隆重的 在师父面前说 那么好啦 问题来了 如果我还没找到呢 还没找到目标 那我就挂不上去这个了 对不对 听得懂吗 我刚是讲说有目标 然后为这个目标挂上 利益大众的条件进去 之后就能完成 那还有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是 我 哎呀 我连目标都还没找到 那我能挂什么 我人生有没有成功的机会 会不会更深刻了 这问题会更深刻了 有没有 认为有的拘手 认为有的拘手 我有沒有方法让你成功 有 认为不太可能 拘手 这没什么 这没算的 沒關係 有没有 那其他没拘手就不确定 还是没听懂我的问题 我说 刚刚这位同学 不错嘛 他说他找到一个目标 但是不太能 怕怕会没成功 那没成功可能不太好 或者浪费生命 好这样 那我就跟他讲说 是啊 首先你要把目标弄清楚 是不是你要的 再来是不是 你真的为他能付出 能达到的 乃至于你能不能为他 不成功也没关系的 最后就是 能不能增加成功的可能 我刚刚问这个嘛 但问题是 如果你根本人生还没有目标 那怎么办 那我人生有没有什么成功的可能 没目标就没成功的可能啊 因为没有目标 就无所谓成不成功啊 就过日子而已啊 那这事情麻烦了 那我可不可以就这样过日子 欸 什么路最长 没有目的的路最长 对不对 对不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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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没有目的 没有目的 上去 出去没地去 坐就会吓死 倒下躺不去 这在讲老人 幸好幸运 想要死下去 因为说没勇气 出去没地气 没有目标变这样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一天耗两天耗 生命就耗掉了 那怎么办 佛法有没有机会 要不要告诉你 要不要 露出渴望的眼神好不好 诸位 诸位 有的 其实有的 有一种目标 是通贩的目标 刚刚那叫做别目标 就是个别性目标 对不对 他可能是他要去做什么样子的一个工作 或怎么样子的人间事 怎么样子的一个什么 或者是谁要去做演艺人员 都很好 演艺人员也是 我越来越觉得演艺人员 是功德一件的事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吗 我经营脸书 经营了五六年 五万个粉丝 人家那个随便一个不是很有名的眼星 三十万 三十万 根据脸书的计算方法 只有百分之三十能够收到他的po文 亲口可能会更低 他的演算法越来越改 改到大家都哀嚎遍地 因为我最近在搞社会运动 所以我会注意脸书的那个演算法 最后可能只剩下百分之十五 也就一百个 只有三十个看到你的po文 你懂吗 那你想想看 三十万跟五万 谁的影响力大 是啊 我好希望有他那种影响力 人老猪黄 没机会了 没有机会变成演艺了 你懂吗 我觉得当演艺人 每一个社会影响力都好大 特别是那个什么 谈话节目有没有 有没有 每个人都骂那种谈话节目 但每个人骂每个人都想看 那大陆同胞来台湾 晚上都不去出游 都守在电视机前面 就看什么 看着谈话节目 骂陈水扁 骂马英球 骂蔡英文 好爽啊 原来总统可以这样骂的 他们也是影响很大 一言以新邦 一言以上邦 这个比我们讲了老半天 你看才这么些人 来得管用多了 说得稍微 没过的人听 对不对 所以人生 还没有个别目标之前 有一个偷目标 也能让你人生成功 也就是说 当这个目标一建立之后 什么样子的未来都是光明的 有那个好看的 你要不要 要不要啦 要 但那个去上厕所的 是否要等他回来再讲 不然他等一下会很 听没对 在最关键的时候没听到 刚刚听的都不算 这个时候 这个才要送给你们回家 有哦 有哦 真的有 这就是佛法给人亲切的地方 他不在意你是不是佛教徒 但他给你这个 当然我还是希望你 能够成为一个更真实的执行者 那力量会更大 来 原因是这个 他如果没听到 我们总不能老等他 他是不是 有露营 好那再看露营 是这样 刚刚人家那是有目标 然后建构一个更广大意义价值 来 不是骗哦 骗不行哦 就真正我有这个目标 然后我希望他能利益众生 这样的东西 比如说我还没有红 我是一个演艺人 我希望让我红 将来我利用我是一个社会公众人物 我来一封一俗 我来演这个好的戏 你比如这样 这是可能的 我有一个皈依弟子 就是很有名的那个蔡明亮先生 蔡明亮 蔡明亮演了一出戏 最近演的是得奖的 叫做郊游 看过了没有 没有错了 他演的电影常常是这样 非常有名 日本每一年两年都要请他回去 去日本教导他们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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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锐导演教他们怎么演戏 结果常常明亮 上次我去因为宗教法师 就去找他聊天的时候 他就说师父啊 我最近去日本 他们找我讲 你知道吗 我讲什么 我说你讲什么 我讲金康青 他就想跟他讲金 他就讲生活 他就讲生活这样 那么他拍的电影 其实是真的就是 看的时候你不一定懂 看完了之后 雷隐隐轰轰 一直在你生命当中大影响 你几乎看那个长镜头 看完之后 你觉得刚开始毫无意义 你后来会发现 他意义是随着你的人生越长越久 越来越发挥力量 所以他非常的疗愈 也非常的反省 但你常常看不懂 看不懂不需要 因为我们习惯于被告知故事 蔡明娜电影是 他在演生命的内容 不是讲故事 故事太假 生命太真 真的东西不能演 只能够让你凝视 只能让你凝视 你连解释都没办法解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此 不慈悲至业 成立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推广大乘佛教上贡下师之慈悲法门 喜认世尊 诗赐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 不诗者亦得福 实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诗诗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不诗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不诗者 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福寿长 善根具足 也因为不诗轨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 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止 海内外共303,025场 不诗蚂蚁、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止 海内外共12,311次 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举办八关灾戒 即礼拜药师宝灿 护生小红山 公勤广护法师组法 法务指导法师 共同领众 日期11月19日星期日 上午9点开始 地点 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 472号7楼 恰询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07282-0278 07282-0278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医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中山书方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271-6616 06271-6616 或 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 345号 全球新冠疫情采趋缓 随之而来的是风火四起 各地天灾平人 配合政策 战时停办 两年的药师佛文化节 在海内外众多信众期盼下 再度启动 以为全球祈福 愿众生安乐为主轴 11月4日 在新北市板树体育馆 盛大登场 吸引数千人参与 此次的药师佛文化节 迈入第七届 由新北市 此法禅寺主办 新北市政府 与中国佛教会指导 中国佛教会理事长 继此法禅寺主持 禁药法师致此表示 法会前三个月前 就开始发起募集 药师经 药师咒 尤其此次 有一千位法师报名 参加内场 报名的条件 就是最少 要交49部的药师经 一万遍的药师咒的修持 才能够来参加 今天的这场盛会 连同两千多位 僧俗大众 共有三千多人到场 目的就是希望 大家共同为天地的祥和 为国运苍隆 为人民安乐 无形的众生 得到抚慰 而来共同发心 共同修行 也感谢政府的大力支持 世界现在目前的 不安定 灾难频传 所以我们筹备的 今天是一个 法会的汇集 在这个法会 还没有进行之前的 三个月 我们开始花起 募集 希望大家 众志成城 能够共修药师经 持药师咒 尤其今天 我们有一千位的 现场的法师 报名参加 报名的条件 就是最少要交 49部的药师经 一万遍的药师咒的修持 才能够来参加 今天的这场盛会 那么目的 就是希望 大家共同 为天地的祥和 为我们国运的苍隆 为人民的安乐 为无形众生 能得到抚慰 而来共同发心 做修持的工作 这个工作也感谢 我们 这个政府的 这个大力的支持 各级长官与贤达 清零会场 共同驻到 行政院副院长 郑文采致辞中 在许禁药法师 具有大慈悲心 这份慈悲心 一定能够 让僧俗大众 感受到温暖 台湾走过百年大议 如今 百工百业 慢慢回到正常生活 借着虔诚慈悲的愿力 定能帮助国家 走出困难 也要特别谢谢 敬耀法师 对于迷途青少年的 导政教导 早日找到 人生新的方向 大家 敬耀法师 敬耀法师 是具有大慈悲心 过去的三年疫情 他就邀请我 多次到慈禅禅室 慈法禅室 抱歉 慈法禅室 来参拜药师佛 药师佛代表了光明 解恶 代表了健康 代表了长寿 代表了 对 众生平安的祈求 所以很多人 都会来拜药师佛 那因为疫情期间停办了 这个文化节 那一直等到今天 才办第七节 我想这份 这个慈悲心 一定可以让所有 今天 生俗大众 共同感受这份温暖 那台湾走过百年大疫 现在正在复原 百工百业 慢慢回到正常的生活 我想宗教界的虔诚 慈悲的愿力 一定可以帮助国家 帮助信众 那么走出困难 那我想 我要特别谢谢 慈法禅士 过去对青少年的辅导照顾 做了很多的工作 那么包括 从桃园 新北到台北 许多迷途的青少年 透过 慈法禅士的教导 找到人生 新的方向 下午会场举办 药师法门主题座谈 由大会主席 禁药法师 美国洛杉矶佛教联合会会长 造出大和尚 新加坡的福海禅士 住持民意法师 澳洲佛教联合会会长 般若法师 共同一会 更透过 与药师佛 有约的主题 座谈 让大众了解 修持药师法门的殊胜 就是求得圆满的极致 有病治病 无病延年 平安吉祥 药师佛文化节特别融入文化艺术 氛围意涵 内场有须弥谈成的佛教艺术展 并特别邀请了知名的花艺大师 李立淑 率领国际团队布置花艺 期盼让参与信众更了解佛教文化 当天在大会主席 禁药法师带领下 进行一系列的活动 包括千僧修持药师法门 药师法门主题座谈 另设有共登祈福区 民众可自由共登祈福 外场另有吉祥数十四集 数十四庙 及信众平价供应原汁原味的 蔬食及饮料暖心也暖身 来推广儒素 整个外场人气爆棚 成为药师佛文化节另一亮点 午后隆重举行大蒙山四十法会 以慰藉六道全灵 十方法界众生 祈愿殊胜法言功德悔下 全球战争消敏 众生得心安胜安 生命电视新北市采访报道 在西藏这个地方 有许多人误解佛教的大乘道 他们没有师长和善知识的教导守护 所以彼此争论不休 而且又以自己的思维模式来研究 声往的毅力 以至于意见分歧 个性歧视 在这个九五节的传记当中呢 就提到说 强旧委 请教过九五节七个问题 而且呢 这些问题里面啊 其中有两个问题是 关于共同称的 两个问题是关于显宗的 还有三个属于密称的问题 哪错意识把这些问题 清清楚楚的啊 记录了下来 于是呢 这个公歌家才呢 就原封不动的 把这些内容啊 编入了自己的注释当中 所以呢 今天我们才能够如此有 有幸的 重温当时 抢救的情罚是提出的问题 然后研习 拿错意识的讲说方法 来学习登论 所以说 这些过去的文人学者 大德们 写下来的这些文稿 真的是太珍贵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回顾一下 这七个问题 具体是什么呢 第一个 什么样的人适合修学大乘佛法 第二个 反复能不能生起菩提心 第三个 要得到菩萨戒 需要先得到别解脱戒吗 第四个 如果已经受了别解脱戒 再受菩萨戒的话 会转成菩萨戒呢 还是会两者并存呢 第五个问题 累积二资粮的时候 需要方便法和智慧双修 还是只修其一就可以 然后第六个问题是 中观和为事 哪一个是我们更应该去重视的 最后第七个问题是 最后第七个问题是进入密乘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所以后面呢 我们讲的这个颂词内容的时候 就会结合这些问题来进行讲解 另外呢 还有一部著作 也计数当时的情形 什么著作呢 是哪错意义是有一位大弟子 后来也是他的这个主要的继承人 叫做拉索巴 翻译成中文的话呢 就是手指的意思 所以我们就称它为手指格西 这位手指格西呢 用了毕生的经历去寻找 求受九姐的真传法脉 所以呢 他曾移植过的上师 共有十位 其中八位都是九姐的清传弟子 还有两位是再传弟子 他一心想要学习的 不仅是九姐传下来的这个修行口诀 而且呢 还有九姐的生平意识 那说到生平意识 哪错意识追随了九姐十九个春秋 可以说是应该没有人比他更有发言权了 所以呢 这个手指格西觉得 哪错意识一定就是最了解九姐的人 于是呢 就为了拜见哪错意识 手指格西拔山涉水 翻山越岭 来到阿里地区 拜在这个意识的门下 请求他传授修行口诀 以及九姐的功德事迹 哪错意识听到这样的奇情 也是欣然接受 于是呢 就满心欢喜的向手指格西 讲述了九姐一生的故事 所以呢 但后来这部家喻户晓的九姐传记 就是有哪错意识口迹 就是有哪错意识口述 从以上几点来看的话呢 强求委 提问这件事情 应该是确实发生过的 不仅如此呢 而且我觉得 有必要找出这几个问题的具体内容 并且作为依据 并且作为依据 来继续 到这个登论正文部分的时候 都是结合这七个问题来讲解的 虽然呢 在这个Dromdenba的传承当中呢 不太有类似的讲法 但是呢 我认为 对于一位登论新人来说的话呢 结合这几个问题来学习的话 就会比较容易理解 而且能够学习的更透彻 更深入 所以呢 这次课程呢 我们就按照哪错意识的传承 以这七个问题作为出发点来 讲解后面的这些颂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